台中沙发工厂大火 老板 国性负责人 全身22% 二到三度烧烫伤 但与他同住的妻子 儿子 和侄子在睡梦中 遇到火烟 有人企图逃生 却不敌浓烟大火 被发现时已经明显死亡 加上已经烧到碳化 身份得靠鉴定确认 台风来袭 因为铁皮受烧 屋顶有部分毁损被掀起 毒发局赶紧找来吊车 要先把不牢固的铁皮拆掉 避免风大造成其他灾害 消防局的火吊监视人员 也进入火场 屋内原本有办公室 跟四间隔间 都被大火烧毁 几乎看不出隔间原貌 老板的女儿说 妈妈之前中风 中秋节过后 才搬到这里暂时居住 因为他中秋节的时候才跌倒 行动不便 我们才这边照顾他 工厂内原本只有一个地方是房间 提供给从高雄北上 来学坐沙发的老板侄子居住 而老板的儿子32岁 白天帮自家送货 晚上则是到知名餐厅上班 邻居说曾问他 怎么要这么累 一天做两份工 他说因为想要趁年轻 多学点功夫 他们夫妻俩 现在就可能儿子在里面 照顾妈妈 但68岁的老板娘 因为中风行动不便 全家搬到了工厂来占居 把客厅加床 变一间小房间 白天是老板出嫁的女儿们 轮流照顾妈妈 晚上则是老板的独子 跟妈妈同住一间 70岁的老板 睡在靠近门口的办公室 没想到一场大火 让邻居口中非常努力 生活的一家人 遭逢劫难 三个人来不及逃生 TVBS新闻赖重荣 黄国军苏泰盈 洪彩伦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